钟义犬 林伯,你箱子里装什么好东西呢? 我猜一定是酒,林伯最喜欢喝酒了 我喜欢喝酒不假,不过你这次可猜错了 这箱子里装的可不是酒 不是酒,那会是什么呢? 这时候,林伯手中的那个箱子竟然晃了晃 然后从里面发出了一阵轻微的哼叫声 哎呀,这箱子里面好像有什么动物哦 动物?林伯,你不会抓到了什么野味 打算拿来下酒吧 你们不要乱猜了,过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村民们听后,纷纷好奇地走了过来 在一旁玩耍的两个孩子也好奇地凑了过来 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 只见一只小狗正站在里面 他瞪着一双黑溜溜的眼睛正好奇地看着大家 我以为是什么呢?原来是一只小狗啊 哎呀,好可爱的小狗啊 林伯,我可以摸摸它吗? 小宝,小心别被狗咬到啊 哦 阿春,别吓唬小孩好不好 小宝,摸摸吧,没事的 它很小不会咬人的 林伯,你别这样拎它,它会难受的 它是一只狗,哪里知道什么难受不难受啊 来,摸摸它吧 小宝伸手摸了摸那只小狗 而那只小狗则瞪大了眼睛看着小宝 林伯,我也能摸摸它吗? 当然啦,摸吧 小叔伸手也摸了摸小狗 而小狗则友好的伸出舌头 朝着它的手上舔了一下 哎呀,它咬我 别怕别怕,它只是舔舔你,不会咬你的 不,它就是有咬我 是吗?那我惩罚它 你这个家伙,不准咬人听到没有 林伯,你别打它,它刚才真的没咬人 不对,它刚才咬我了 行了行了,这不是没咬到吗 林伯,你赶快把它给装进箱子里吧 林伯,你怎么突然带回来这只狗呢 我想要让它看家 看家?林伯,你不会是怕有人偷你家里的酒吧 说什么呢,我是让这只狗抓黄鼠狼的 这几天经常有黄鼠狼跑进我家院子里偷鸡 所以我才决定养只狗的 可是它那么小,能对付得了黄鼠狼吗? 你放心,它很快就会长大的 就这样,这只小狗变成了林伯的看家犬 而从心底喜欢这只小狗的小宝 经常会带一些食物来林伯家喂它 小宝,你这又要去林伯家看小狗吗? 是啊,我妈妈刚做的包子 很美味的,我要带去喂它 这个小宝,真的非常喜欢那只小狗啊 怎么样,小狗,这个包子好吃吧? 小狗抬头看了看小宝,然后高兴地摇着尾巴 这时候,林伯最熏熏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小狗看到它,便摇着尾巴跑了过去 然后在它脚边轻腻地蹭着 小宝,又来找小狗玩了 嗯,我给它带了好吃的包子 这时候,林伯被脚边的小狗扮了一下 它一个踉跄,差点被摔倒 林伯站稳后,生气地抬脚将其踢开 你这个家伙,真烦人差点扮倒我 林伯,你这是干什么? 它又不是故意要扮你的 你怎么能这么对它 小宝,你不知道 它是一只狗 你对它越凶,它越听话 喂,赖匹狗,过来 你这家伙没听到我的话吗? 快给我过来 小宝,你看到没有? 我说的没错吧 狗这东西,你对它越凶,它就越听话 真可怜 林伯平时是非常和蔼可亲 但喝了酒就爱耍酒疯 而那只小狗自然就成了受害者 这个林伯,它喝了酒又拿那只狗出气了 是啊,那只狗也真是无辜 哎呀,不好,林伯又欺负小狗了 小宝说着,便推开林伯家的门冲了进去 只见林伯正拎着一根棍子 醉醺醺的追打着那只已经长大了许多的小狗 林伯,你要干什么? 是你啊,小宝 你别拦着我,我今天非打断他的腿不可 这个家伙竟然跑到我房间门口撒尿 林伯,你别打他了 你要是不想养他,就把他送给我吧 送给你?那可不行,我还得留着他给我看门呢 既然你要养他,那就别打他了 要好好爱护他才行 算了,看在小宝的面子上,我今天就饶了你 等明天我买条链子拴住你 你就无法到处乱拉乱尿 好了,没事了,下次可别再闯祸哦 然而,从那天起 林伯便用一条铁链子将小狗拴在了院子里 失去自由的他,变得异常狂躁不安 一见到人便狂叫不止 不过,有两个人却是例外 一个是林伯,一个是小宝 阿根,别害怕 那只狗拴着呢,咬不到你的 吓死我了 林伯家里的那只狗可真凶啊 一见到我就扑了过来 以后你给林伯送信一定要小心 他家那只狗从小就被拴了起来 而且隔三差五还要挨林伯的打 现在长大了,脾气也变得很暴躁呢 真是太可怕了,下次我可不敢靠近他家了 阿根,我告诉你个好办法 下次你把林伯的信给小宝,让他帮你送好了 那怎么行,小宝还是个孩子 怎么能让他去做那么危险的事啊 万一被那只狗咬到就糟糕的 哈哈哈哈 你们笑什么呀 阿根,你不知道 那只狗是不会咬小宝的 不但不咬,它见了小宝温顺的就像只小猫 啊,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了 小宝在这只狗很小的时候就照顾它 而那只狗也算讲义气 不管多么凶 只要小宝一出现 就变得异常温顺 没错 除了林伯和小宝 那只狗见了谁都凶 原来是这样啊 这么说来 那只狗也算是有情有义啊 林伯是它的主人 虽然平时经常拿它出气 但出于忠心 它还是顺服 而小宝算是它的朋友 出于义气 它对小宝也像对主人一样忠诚 嗯 阿根,你说的没错 其实那只狗真的很不错 林伯家的院子里 小宝正拿着好吃的喂着那只狗 它一边摇着尾巴 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 阿根是邮差 它是来给林伯送信的 以后见到它不要那么凶 听到没有 不过你也真是太可怜了 从小就被拴着 没有自由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林伯解开你身上的铁链的 然而,不管小宝如何帮林伯的忙 他就是不同意将那只狗身上的铁链打开 转眼间,又一年过去了 今年夏天,雨水格外多 几日的雨水引发了山上土石流 大家快跑啊,土石流来了 不要往山下跑 快,快跟着我去村子东面 那里安全 村子里叫声乱成一片 林伯家里的那只狗 此时也朝着屋内 闻叫不止 他一边叫 一边拼命地想冲进屋子里 但无奈是自己脖子上拴着铁链 可恶的家伙 怎么这么不安分 吵什么 是不是又想挨揍了 快逃命啊 土石流好可怕 哎呀,不好 林伯顿时酒醒了大半 他急忙冲出院子 跟着人群拼命地逃跑 在性命攸关的时刻 林伯竟然抛弃将自己叫醒的忠犬 而只顾自己逃命 那只狗此时只能无助地狂叫着 等待土石流将自己掩埋 小宝,你干什么 不要命了吗 林伯家的狗还在里面 我得去救它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狗 不要怕 我来救你了 小宝 快跟我离开这里 再晚就来不及了 不,我要救它 此时 那只狗突然朝山上看去 只见滑坡的身体 速度越来越快地涌向村庄 它突然朝着小宝 凶猛地狂叫起来 啊,我是小宝啊 你今天是怎么了 不认识我吗 别害怕 我是来救你的 小宝 它疯了不要过去 快跟我走 不,我不能丢下它 说着 小宝不顾那只狗凶猛狂叫 毅然冲上去 一下子抱住它 那只狗显得很是吃惊 它的眼睛含着泪水 呜呜地叫 不再凶猛 你这个孩子 算了 让我来 父亲四下看了看 然后拎起放在旁边的斧头 狠狠地朝铁链子砍去 一下 两下 三下 铁链子终于被砍断 父子俩带着那只狗 飞快地朝村子东边跑去 当它们平安跑到那里时 滑坡的山梯将林伯家的房子掩埋 那只狗之所以会对小宝凶狠地狂叫 是因为它不想让朋友冒着生命危险来救自己 可是小宝最后还是硬无反顾地救它 在灾难面前 这份忠意难道不让人动容吗